這個觀光的景點 在馬政府執政的時期 2014年2015年呢 就到日月潭觀光的人數來計算 都超過200多萬 甚至最高還達到225萬人 但是呢在去年蔡政府就任之後呢 去年一整年的觀光人數只有136萬 也就是說呢 在一年大概掉了90萬的觀光客 我來帶5個小時而已 有一個就業人口的這個數字喔 這是有學者的統計 這過去一年來 少掉了3萬個就業機會 對南投縣來講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印象數字喔 現在陸客好像在日月潭這邊的觀光旅遊 有稍微再回升一點點 就用陸委會的說法 就是說蔡英文總統上任之後呢 這個水龍頭關掉 現在水龍頭又慢慢的 有一點點打開 這當然是這個共產黨8個縣市首長 到大陸去努力爭取的結果 但是就在前兩天 其實民進黨中央呢 開了一個記者會喔 說這過去一年的觀光的成長 其實非常的不錯 雖然陸客少來了多少這一點 民進黨中央沒有公佈數字 但是公佈的說是東南亞的旅客 日韓的旅客 成長的幅度非常非常的高 請教一下馬委員 這一點 我們在地的人感受得到嗎 我想其實前面有很多 包括我們的遊艇業 還有我們的旅宿業 還有觀光產業 其實有很多的代表都在現場 因為大家應該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 自從陸客 但我們希望觀光旅遊 當然不是只有單一個市場 不是只有大陸市場 不過老實說大陸市場目前在不只是針對台灣 它在全球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市場 所以相信政府如果要美化數字 但在那個表面上看起來 他覺得說好像下降不多 因為事實上我們沒有看到實際的數據啦 不過簡單來說 像我們很多政府的預算編列的 我們以前台東的老闆 來台灣 一直來這裡消費 尤其也太多錢 所以為什麼他們會受歡迎的原因是這樣子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 包括日韓也好 包括東南亞 菲律賓也好 越南還有緬甸 也是菜色也不好吃 其實這些國家他們來的人數有增加 比如說越南去年3月到今年的3月 它成長10倍 可是為什麼會增加那麼多 日本也是 我們當初政府也編了預算 去補貼給日本的旅遊團 這種種都是台灣的政府要花錢 去請人家來這裡玩 跟過去我們全面開放 不管你從哪一國來台灣旅遊的 尤其是大陸的 他根本就是帶很多的資源 或者帶錢來消費的 不能再貼錢給他 這是最大的差異 所以我想所有的相關的業者 應該他們電閉在心 他們可以感受得最強的業 不過馬尾剛才講到就是說 東南亞觀光客的人數成長 是政府花了很多的PM的預算 請他們來管 可能這些補貼的費用 跟他們旅費加起來就差不多了 他不用再另外花錢 這重點是 來台灣觀光之後有沒有消費 所以整個觀光產值才是重點